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小小的虚荣 因为我是省会的人士 不想让你见自己的父母 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的家境 不让你跟他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特别好的自由往来 是怕拆穿更多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总是大事 但是他可能在乎 这是大事 而久而久之的这一点小小的虚荣 小小的隐瞒 其实没多大的事 却使他形成一种习惯 保护自己的习惯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其实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因为一点小小的虚荣 因为长久以来 养成的保护自己的习惯 把自己形成像契克夫 笔下的套中人一样 不让别人看自己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却喜欢从暗中去窥视别人 其实是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 如果你要是跟他的那些 所谓的发小在一起 他就不知道哪段谎言会被戳穿 他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谎言撒多了 就会有数个版本 自己都忘记说了哪个版本 到最后直至自己 都觉得那是真的 有很多人都说 我是善意的谎言 但我再三强调 一个谎言 似乎于到底是否是善意还是恶意 要看是谁从中获益 如果这个谎杂出来 是为了让你舒服 这叫善意的谎言 但是为了是躲避自己的尴尬 那不是善意的谎言 并且 一个人无意识的不坦白 和有意识的隐瞒是两个性质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都质疑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还有以前到底是否做过公务员 其实我认为 其实做没做过公务员 有没有过这份体面的工作 其实真的不重要 我相信你也不在了 但是他会在 至于其中的真实情况 是怎样 其实不重要 因为女生不是个虚荣的人 所以我建议男生 应该放下自己的盔甲 坦诚的相对 你这样的恋爱方式不合逻辑 我说难听一点 真正恋爱的人 彼此的心灵是赤裸相对的 而不是一个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却要把别人扯得一丝不挂 这样的爱情本身不符合逻辑 所以如果你们要在一起 男生最好坦白 黄金六十秒 你也可以说 或者你可以花一两分钟时间说出来 那些东西其实真的不重要 女生并不在乎 我们更不在乎 你也不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但是这些秘密 如果你一直这样憋着下去 不光你自己会崩溃 而且我告诉你 你永远得不到别人的真心 好自为之吧